台北市确诊者居家照护的保姆已上线 为了保留医疗量能 市长柯文哲宣布在中山万华文山北投 四个行政区试办社区诊所投入居家照护 由区籍关怀中心询问确诊者病媒合 让确诊民众可以在家看病领药 5月10号的不是明天 今天就开始了 中山万华文山北投先试办 他这个你确诊 那个关怀中心打电话会问你说 你在居家的时候你要不要找一个社区的诊所 当你这段时间的一个怎么讲 好像是居家照护的一个保姆 你有问题可以打电话去问他 那我们先5月10号 我们先在12个行政区挑4个先试办 中山万华文山北投 但是一样每个系统上线 一定要做debug 要看看哪个地方有问题 要再修一修 所以我们预计5月10号会全部上去 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知道 在防疫集门诊 如果你快塞羊 经过防疫集门诊 大概90%的会是PCR羊 这些PCR羊原则上就在家里 包括你要领药 甚至要吃抗病毒药 我尽量在家里处理掉 我们这一次 要感谢台北市医师公会 我们找了202间的社区诊所 尽量在 你在家里要看病了 小病啦 要领药 要干什么的 尽量就 在家里解决掉 真的不行 才送去医院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让医院的这种效能更高 另外一个我们另外是这样 在医院住院差不多 就下转这个防疫专责旅馆 所以我们防疫专责旅馆 现在还继续在扩张 柯文哲预计国内疫情 洪峰于下周将至 现阶段尽力调整医疗量能因应 包括防疫疾患症 处理快塞养性者 也持续扩张防疫专责旅馆 让住院病患病情减轻后 可以立即下转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